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而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离今年5月时也曾表示 美国联网汽车中的中国软件和硬件存在显著风险 综合其他外媒报道 新规将设置30天的公众意见评论期 目标是在明年1月制定最终方案 米异的规定将禁止在美国L3级及以上自动驾驶汽车上使用中国软件 以及在美国道路上测试中国公司生产的自动驾驶汽车 这项法规还计划禁止搭载中国研发的先进无限通信功能模块的车辆在美国上路 提议中的软件禁令将对2027年及此后生成的车型开始生效 而硬件禁令则对2029年1月或2030年之后生成的车型开始生效 彭博社在报道中直言 这些规定带有贸易保护主义的色彩 并认为新规将阻止中国供应商在美国建立更多的立足点 从而为美国本土汽车行业争取更多时间来建立自己的联网汽车供应链 中国积电产品净出口商会汽车国际化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孙小红认为 禁止在美国销售的汽车使用中国的系统和硬件是对中国汽车实施的进一步全面打压 在自动驾驶领域 由于中国企业的技术和成本优势 中国生产的传感器 激光雷达已经成为跨国车企的理想选择 美国此次的新规将进一步过坏全球汽车产业链的安全与稳定 路途社的报道还提到 代表通用 丰田 大众 现代等主要汽车制造商的贸易组织曾经告称 更换硬件和软件需要时间 车企生产系统的软硬件通常需要经过一系列生产前测试 一般而言 无法轻易更换为不同企业商的系统汇定件 美国对中国电动车的产业的打压是再度的升级 相关话题我们今天和财经评论中文辉先生一起来聊聊 人生你好 其实我们看到美国的商务部长联盟多 他其实在半年前就开始在散播这个中国电动车威胁论 他说你想象一下 如果现在美国有300万辆的中国产电动车 那我北京一声令下 他们就能全部熄火 现在开始把这些细节化 比如说他可能会很快就会宣布 中国的这个软件也好 硬件也好 都不能用了 他如此针对中国企业 是不是恰恰说明 中国现在的电动车的技术其实已经超过了美国 现在在世界上处在一个领先的水平 对 现在说是全方位的领先 以前我们谈这个事情的时候 可能谈的是电池行业领先 还有在中国国内这一边把美国的这个车的品牌给压下去了 还有在全世界 比如说第三世界的市场 那么中国的这个品牌 中国的这个电动车上得非常快 但是现在就不光是我们说的这个车的成本本身 还有呢 就最新的就是自动化的驾驶 乃至于无人驾驶 中国全面都上来了 这里边呢 既包括中国在这个实验的扩大的非常快 比如说最开始是武汉的无人驾驶的出租车实验 现在是到了其他一线城市 我记得在两个月前咱们说起这个事的时候 当时就有网友啊 他回应说呢 什么时候敢去重庆搞个无人驾驶 也就是厉害了 现在重庆也已经有了 而且呢 这个自动驾驶的这个 这个无人驾驶的这个速度啊 已经可以达到70公里了 那么为什么中国做那么快呢 第一就是电动化 因为只有电机驱动的汽车才具备自动驾驶和无人驾驶 你其他是内燃机驱动的是非常难的 因为它要求非常高 它需要迅时的反应 第二个就是呢 中国在不断地采用新的技术 从软件到硬件到芯片到整个系统的集成 现在都是用我们说的叫端对端的这个技术 就是你把这个一输入数据进去之后 它整个就直接端对端输出到整个这个操作层面 就是比如说什么时候启动啊 什么时候转向啊 而且呢 现在中国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 就是中国的汽车的电动化的比例越来越高 最新的 从7月份开始 就是包括新人员车 电动车 其实都是电机驱动的车啊 它的销售已经是超过了传统的燃油车 所以呢 这个会越来越快 会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就是联盟多这个时候出台这个政策 或者准备再出台这个政策的时候 看到了中国在整个一个产业链 就是软硬件 我们说的叫产业生态的领先 已经是全方位的了 而且您刚也说到联盟多出这个政策的时候呢 其实不仅仅是这个时候在出 其实之前可以说是循序渐进的 包括一开始可能对中国针对芯片有限制 之后对中国的这个进口的电动车 可能有100%的新价的关税 现在开始细化到我们的操作系统也好 我们所有的零部件也好 中国产的都不行 所以就是说这些瞄准到现在拜登的一个 保护自己的一个产业的主义的这么一个政策 你觉得这个是可以有效的保护到他们的政策 达到他的目的的吗 其实这个问题是我这个一年多了一直在关注的 就从拜登他搞了芯片法案 搞了这个清洁能源法案以后 你就再看到底美国搞这条政策行不行 能不能够成功 我们现在就已经可以下结论 拜登的电动车补贴政策 我觉得用概率来算95%会失败 但是越失败 他越要继续保护 所以就是从原来保护的电池 整个包括矿产的提炼开始 到现在就是已经连中国下一步很先进的 比如说基根雷达 这是中国最先进的东西 他都不能要 当然他现在也给自己还找一个空间是27年才实施 29年才怎么怎么样 希望还是给美国企业两年空间两到三年空间把这个事情做起来 但我们其实发现是做不起来的 因为你这个电车就是电机驱动的车没有足够的数量 你很多生态就形成不了 所以我们把一个最简单的这个例子来看 就是美国的充电桩 装到现在 巨额补贴都装不了多少 那想想看要把另外一个事情给做起来 是非常困难的 但现在非常不好的风气就是 美国这么做之后呢 欧盟受了刺激 所以欧盟委托意大利前总理还有前欧洲央行长德拉吉做了一个研究 他就提议呢 说欧盟每年要补贴几千亿欧元 让欧洲也来发展他们所谓的产业 我们看看欧洲发展产业可能还不如美国 因为它的市场不是一个一个完整的统一的市场 就像咱们前几天说的 这个North World 就是这家企业全欧洲基于来厚望 现在那150亿美元花光了 这个电池 电池的电池根本没有做出来 这就是欧盟要补贴 它也是面临这个后果 谢谢朱先生的分析 我们在眼目光转向资本市场 那随着政策利好不断的释放 A股近期是呈现了持续回稳的态势 究竟接下来的走势要如何判断 下期回来 我们会邀请市场专家一起探讨 稍后见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 随着美联储正式启动降息 全球投资风险偏好逐步回暖 A股市场上的上市公司 也在抓紧时机调整策略 以期吸引更多资金的青睐 而与此同时 稳增长促消费政策支持继续推进 国家发个委最新表态将会多见其发 推动实现 去就更容易 换新更便捷 随着外围环境不断回暖 内地经济持续向好 A股市场近期热点频出 日前 股王贵州茅台宣布 上市23年以来的首次回购计划 计划动用30亿至60亿元的资金 回购公司股份 并计划将这些股份注销 以减少注册资本 近年来 特别股息大额回购等方式 日渐成为上市公司回报股东的新常态 据统计 今年以来 已有1270余家A股公司 抛出了回购股份计划 贵州茅台则是以60亿元的 回购金额上限位列榜首 而随着红利策略 对A股的影响正在逐步深化 上市公司也开始倾向于增加 分红次数与规模 来提高对长线资金的吸引力 近年的半年报中 超过670家上市公司 发布了2024年中期现金分红方案 或是预案 设计分红总额5288亿元 计划中期分红的上市公司数量 已超越此前三年总和 分红的总额也创下历史新高 此外 稳增长促消费政策也在持续推进 继续为宏观经济复苏保驾护航 国家发展改革委23号 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 介绍大规模设备更新 和消费品已旧换新政策 总体进展成效 根据官员在会上透露 目前向银行机构推送的设备更新项目 已经基本实现融资对接和禁掉全覆盖 累计签约贷款金额2300亿元 加权平均利率3.1% 比一年期LPR利率还低25个基点 有力地支持了重点领域技术改造 和设备更新项目的实施 约七成的资金 是用于支持中小企业的 未来还将在物流体系 回收网络 强化生产者责任延伸 设立全国性 功能性资源回收利用平台等方面 进一步完善政策体系 在内外利好因素的推化下 A股今天表现向好 股指收涨0.44%取得四连扬 华为 通讯安全 以及国企改革概念股 不便走强 而光伏 风电等板块 则稍微落后 也拖累创业版纸 中场小幅走弱 究竟要如何解决A股市场 我们今天在上海中心大厦 凤凰直播室 我们特别请到了 声望红源正研所理财研究部总监 钱启敏先生 来我们分析 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 今天上个星期 其实A股还是比较动荡了 我们看到股指盘中 是一度失手了2700点 不过在之后就快速的息吻 那么到今天为止 其实股指已经是四连扬了 那下个星期 其实长假又要来了 您怎么样来看 A股在节前的这一轮反弹 好的 我们注意到上周 这个A股市场是息吻回升 这个我想主要的原因 一方面就技术上 确实有些超跌了 当然用技术 也不完全说明问题 因为技术早就超跌了 是吧 但是它的这个息吻 就有一定偶然性 那我想另外一个原因呢 就是上周美联储降息的幅度比较大 50个基点 在此前呢 有部分投资者认为 或者机构认为 是25个基点 所以有些超预期 所以呢 这个对于A股的 这个包括央行降息 大家有些预期 不过呢 周五的表现一波三折了 因为一开始 披露的LPR 这个并没有调低 所以呢 周五上午到下午2点钟之前 这个走势比较弱 但是呢 2点钟以后呢 呼声300 ETF就出现了大计量的买入 出现一个持续的一个放量 指数就走强 那么结合今天的走势 我想大概能够反映几点 第一呢 就是似乎多方主力 对2700点这个位置 还是比较看重的 所以指数到2700点附近 尤其盘着盘着 好像不是很强的时候 它马上就给你 通过资金的推进来 给你做一个支撑 那么第二呢 就是结构分化 还是比较明显 虽然连续四天的小阳线 但是很明显的感觉到 这个小盘股比较弱一点 所以像这个深层子 这个翻红就比较难 这个双窗也是 在这种情况下面 更多的还是聚焦于 呼声300 ETF的一些量本股 也就是说结构性的 这种分化还是比较明显 大蓝筹权重 相对受到机构资金的关照 那么第三呢 从目前情况来看呢 市场整体上来讲 是一个反复的一个 低位震荡的 这个基本的格调 市场要明显回暖 还需要有成交量的持续放大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每天的量能 应该说仍然是一个 比较低的这样的位置 由于这个个股之间的 这个差异 大多数个股表现仍然脾弱 对头者来说还比较惯望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 未来啊 这个包括国庆长假 这个休息时间会比较长 一般性在中性的或者中性偏弱的市场当中 面临这个长假市场会更加的谨慎和观望一些 当然也有一些所谓节日的情节 那么节日情节也是啊 这个量能会进一步的萎缩 所以从目前情况来看呢 市场那还是以一种中低位的震荡整理为主 当然我们也很关注 比方说明天有这个央行啊 有证监会领导啊 有金融监控总局领导啊 有过新闻发布会 另外呢 今天的这个14天的央行一回购是调低的利率啊 那么这主要是因为14天一回购 也就是跨季的时候才做 那整体上来说 似乎大家还是看到一些政策利豪的希望和机会 所以呢 这一点啊 我觉得还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本身量能比较低的情况下面 如果有利豪政策加持 那比较容易造成这个反弹 但这种反弹能不能导致市场趋势的有效的扭转 那目前来看 我觉得尤其节前吧 因为有后面有长假比较难 要到10月份以后再看啊 这个利豪消息 以及月度三季度宏观经济数据的 这个能否给资本市场更多的助力 确实啊 投资者在长假之前 往往是比较观望情绪 比较严重的一个场景啊 不过现在其实大家也比较憧憬说 现在毕竟刚刚过去的中秋 接下来还有国庆的这个长假 是不是会带来一个节日的效应啊 因为这个节日效应有可能会激发消费的动能 那接下来这个消费板块的表现 是不是有可能也会有一波的表现 所以一方面我们从政策上来看 现在有很多的消费的一些利好的政策 比如说已旧关心的政策 各个地方都有推出 当然另外一个方面呢 你看我们作为这个消费股的一个龙头的代表 茅台近期的这个股价和酒价 酒价似乎都是在回落的 所以究竟这个节日效应为消费股可以带来多少帮助 您怎么看呢 我想确实这个每年的这个长假 包括春节长假 包括五一长假 包括国庆长假 大家都把眼睛盯着消费 那消费甚至于这个旅游 酒店餐饮娱乐是吧 这个在节前往往也会有一些拉升 那是周期性的现象 不过从今年的情况来看呢 我觉得消费板块实际上也是有些分化的 比方说我们注意到目前的一些消费 有一些消费是比较强 比方说家电 这里面包括美的啊 格力啊 海尔自家等一些行业龙头 这个走势大家可以看 和二月份那个低点相比 目前股价都要上涨40%到50% 确实是非常强 这一点也是和已旧换新的政策高度关联 那么另外呢 有一部分除了这个自身需要以外 还有一些出海概念 比方说仿著服装里面的像丽华集团啊 像这个卫星股份啊等等 这部分的股价也比较强 但是呢 同样是仿著板块当中也是有一些分化的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可选消费 也就是可有可无的消费 相对比较弱 比较典型像美容行业里面的一些大权重 像爱美科啊等等 这就走的会比较弱 那就意味着目前的消费 似乎有这样的一个特点 就是刚需或者说有政策 这个支持的 这部分板块会相对比较有机会 比较活跃 而可有可无的 或者说在这个预期收入更加理想的这样的一些消费群体当中 那么他们的这个机会会多 但是大多数这些所谓佛武消费 我觉得是有一定考验的 那么至于说餐饮旅游 那么我们可以借助于比方说五一长假 然后春节长假 还有以前的一些像端午节等等这样的一些小长假来做一些类比 我们觉得基本上能够恢复到2019年的水平 但是如果说要出现持续的上升 那最直观的就是比方说 我们看到像航空机场 这部分先行指标 包括铁路公路 如果先行指标的流量上来了 那么对于国庆长假的消费的预期 还可以做适当的提升 确实可能也是为了股价提升的一个考量 我们看到这个国王茅台是宣布了上市以来的首次回购计划 另外还有个统就显示说 整个发布半年报的企业当中 涉及的这个分红金额其实超过了5000亿 所以您觉得未来会不会有更多的公司采用这个回购 或者是现金分红的形式来增强自身股份的吸引力 我想茅台确实有些特殊性 这个上周把茅台跌得比较厉害 基本上是个破位下跌 而且是带量的 我不认为这是个人投者做的 应该或者抛的 应该是机构 有机构在离场 那至于说茅台的这个投资逻辑呢 确实目前发生比较大的改变 比方说茅台有三大看点 第一个就是金融属性 就是买了放着 等它升值 等它涨价 那么第二个是商务属性 比方说一些商务招待 请客送礼 第三个比较弱的就是消费属性 就是自我消费的 因为茅台毕竟它的毛利率有90% 如果你关起门来 我们不说面子的事的话 你关起门来的话 真正喝的消费者可能也不会很多 但目前由于它前两个看点亮点 现在都面临一定的挑战 比方说金融属性收藏 现在好像收藏茅台的 这个投资是越来越少了 这一点和什么玉石啊等等 股丸啊什么都大同小异 那第二个就是商务属性 商务属性呢 请客送礼可能尤其是在 反腐畅联的情况下面 这部分会有些资源 另外呢确实我们也看到 像房地产行业进入低谷期呢 这方面的一些商务的这个需求也会下降 冲 这样的一些情况来看呢 我觉得对于茅台的 毕竟它是绝对高价嘛 在这种情况下面可能阶段性的这种 一个弱势啊 一时半会很难改变 虽然茅台的公司说要争持 但我们也看到今天这个走势 仍然显得偏于谨慎 所以呢 我想对于茅台的重新的 这个投资逻辑的梳立和建立 需要一个过程 好的 非常感谢钱金敏先生的解读和分析 那么在下期回来会带各位 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 我们稍后见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今天在海内外的财经媒体 还有哪些热搜的话题 凤凰网财经主要关注了美联储维持两年半的高利率 是给美国各家银行带来了超过1万亿美元的额外利润 有分析就指出呢 美国的各家银行主要是通过将储户的利率 维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来获取息差的收入 截至第二季度末呢 银行平均支付的年利率其实只有2.2% 这个是远低于美联储5.5%的隔夜利率 分析一测 随着大量定期存款到期 那么美国的各大银行呢 也将会面临降息的压力 英国的金融时报则是聚焦 受到香港楼市地密的冲击 汇丰银行面临了贷款违约的危机 在今年上半年 汇丰银行向香港客户提供的商业房地产贷款当中呢 违约的金额是达到了32亿美元 环比飙涨超过4倍 截至6月份 汇丰在全球商业房地产的贷款总额呢 是790亿美元 那这次的违约贷款呢 是占到香港违约贷款总额的接近一成 至于华尔街日报的热榜则是重点关注了 随着风能 太阳能等再生能源的发展 荷兰是出现了新的电力供应的模式 有供应商呢 不再制定固定的电费价格 而是根据批发电力市场上的价格 按照小时来收取费用 那由于再生能源的发电成本 可以说是忽略不计的 那么当阳光比较充沛呢 风力也比较强劲的时候呢 消费者可以说 可以接近一个免费来使用电力 至于在亚太区内的其他媒体 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日本媒体关注低头足越来越多 有调查研究发现 六成的人在上班 上学等外出途中看手机 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 近一半的人会在吃饭时使用手机 而在用途上 受访者外出途中使用最多的是LINE 电子邮件或者短信 比例达到53.6% 其次是超过4成6受访者选择的 新闻和天气预报 韩国人口老化危机迫在眉睫 韩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韩国去年的生育率全球排行最低 仅达到0.72 每年估计只有16万名婴儿出生 以此推算 50年后的老年人口比例将增至接近一半 而统计非劳动年龄与劳动年龄人口数值比的总负担系数 则将达到118.5% 增长接近四倍 远高于全球平均的62.7% 越南媒体报道 2050年 越南半脑机产业将年均创收超过千亿美元 另有消息指 苏林还将于周三与美国现任总统拜登举行会晤 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